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德国的媒体它比我更不好讲 就是德国科隆新年夜发生 我没听说过这么大规模的在欧洲 这种性骚扰的这种事件 集体的 到目前到1月18号表示 就是说近800起报案 然后其中500起将近500起涉嫌性犯罪 大概到那天晚上 本来传统上就跟香港一样 放烟花在科隆大教堂 徐老师去过那 科隆教堂 大家在那 结果突然就出现了几百个喝醉了 醉醺醺的这么一些人 以男青年居多 然后有女性目击者受害者表示 就是说 他们甚至分成一群一堆一堆的 一组一组的围着一个女的 然后就上下其手 当然同时有偷窃 有抢劫 现在至少有两部手机 发现在难民营里 他可能测那个信号 所以为什么我说德国的媒体比我还谨慎 我发现德国人 要不说真实 你也不能夸他 但是他们就这种 就是说 到了这个时候 还说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 不要轻易跟难民扯上关系 但是德国的民间的调查 对难民有不满之声的数据 已经上升了相当大 甚至现在要求默克尔下台 因为默克尔现在就是说张开怀抱 去年接纳了一百万 一百万来自北非中东的这种难民 那么于是有些人说 有些极端的话说 这是德国为自己的善良和高尚付代价的时候吗 我们可以看看照片 你看看当时的这个克隆大教堂 这是 然后你再看 然后这个是德国人发起了这个游行 就是反对默克尔的这个政策 你看默克尔 现在就滚 然后你再看下边 警察 警察不是驱逐难民 警察在驱逐这个示威的人群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带来 德国乃至欧洲本有本地人群 在观念上的撕裂 当然会 其实本来就有了 欧洲过去几年的这个欧盟 已经带来很大麻烦 因为首先是欧盟内部 首先是巴尔干半岛上面 东欧许多国家加入欧盟之后 他们因为透过生根 那个护照 不是可以自由走吗 自由流动之后呢 西欧与许多原来相当发达的地方的 很多的老百姓 他会抱怨我们治安变差了 比如说巴黎 偷东西也多了 抢的东西也多了 然后大部分都会告诉你 那些人是哪来的呢 有部分他会说是北非移民 但这个反而少 主要说的是东欧移民 这是原来的问题 老问题 就欧洲内部移民 他的内部贫富不均地区的移民问题 第二是 本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 就相当多 尤其德国 德国土耳其人特别多 阿森纳的 那个 272 不就是 德国的 德国足球队的一个最重要的 272 他就是土耳其的后代 那但是问题是呢 现在 第三波就是你说的新的这个难民潮 那前面第二波 我觉得德国过去还做得不错 算是能消化 那么这第三波来就很大问题 你刚刚讲德国媒体那个谨慎 我在我 因为我去年去了德国三趟 我跟德国当地人聊他们这个事 比如说我还特别跑去慕尼黑 看他们那个难民来的情况 当时一些挺感人的 就慕尼黑人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那种 国际主义胸怀 真是国际主义胸怀 但你在那时候 你知道就说 我就看见一个 就当时这帮难民刚来的时候啊 有德国人呢 大包小包的 拿带着自己家里的食品来给他们 有的这个德国市民就是哭泣啊 为自己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你知道甚至让我想起那个电影 新德勒的名单 最后的那个 救犹太人的那个人 最后就哭了 就说我没钱了 如果我有钱 我能再救一个人 当时报道就是说 有些这个德国市民就是这样啊 他为他哭泣 是因为他不能再帮助更多 你还记得吧 我们跟义军做节目 我那天就很悲观 我就说这个难民进了欧洲会出问题 对 当时我说这个讲起来政治不正确 但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基于一个什么感受呢 我去柏林的时候啊 柏林钱还没拆掉 那是八九八九年这个时候 然后呢 他那个国会大厦前面的一大片绿地草地啊 做了很多人在烧烤 都是土耳其的工人 就是来做工人 就情况啊 就像中环 飞用 你看中环占了香港最好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飞用 做好 那香港人呢 你说开心吧 也谈不上 但是也没办法 但是照法律来讲 他们星期天要休息 他现在还不单是中环啊 现在你去深湾啊 潜水湾啊 香港最漂亮的海滩啊 全是工人 嗯 站满了 就是说 你要去游泳啊 什么 都没办法 那那个倒还不是问题 我觉得那个倒还不是问题 当时跟我一起去的德国人 就在那里讲 他就是那个情绪 他就是说 只讨厌 他把我们最好的地方 我们的国会前面的绿地 到处烧烤烤烤完了以后 垃圾就丢在那里 碳就丢在那里 你知道这个地方等于他们的天门广场啊 就这样重要的地方啊 这个这个很讨厌 但是没办法 因为土耳其是他们大工 他们需要外来工 那到现在这个情绪 你叫德国种族问题是他们的死结嘛 对那希特勒就说 最近他这个情绪翻转到什么地步 我那幅画 我到时候送信不知道能贴上来吧 查理周刊又做了 查理周刊画了个漫画 那个小孩不是倒在海滩上吗 对 他丢在那巴 然后他说 要那个小孩要是没死长大了 现在就 他就写几个野蛮的男人 在追一个欧洲的女人 来强奸 对 他要是那个小孩没死的话 现在就这个样子 对 但是你知道 你说这个不是极右派的这个言论吗 查理周刊本来就从来都是极右 他是有 他是有这个言论 最近德国不还是 这出现一个很大的事 全球都是有争议的 就是说 他要出版那个注释版的 希特勒的 出了 我的奋斗 已经出了 就是说 这书啊 原书 这希特勒的奋斗 可能就七八百页 但他这书恨不得2000页 最后你知道怎么出的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放在书的正中央 但是他说 但是啊 我们这个三千五百多条注释 我们的注释比他还多 我们的注释啊 把这个希特勒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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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这段话给包围 就是说我们要让人们看见希特勒 但是解毒嘛 就是解毒 我们要批判他 就是但是即便这样都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就是说希特勒这种思想是毒药 就是根本不能贩卖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 他固然德国有极多思想 但是我看到的一些个欧洲的一些分析 就是讲啊 说德国这个国家啊 他讲究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 就是说在他台面上 但至少说啊 就是说最后他讲的这个政治 现在已经有人有的评论员就讲啊 就他讲的这个政治正确啊 最后会害死他 就是政治正确高于一切 比如说种族歧视 你那政治不正确 高于一切 你看你从具体的事实上 我们可以分析 科隆的警察总长 现在已经被勒令退休 就通常退休 说应对不当 但是你知道有些地方 我都甚至有时候想 都让我有时候想到中国 你知道吗 为什么遭人诟病啊 就是这个科隆的这个女市长 一开始还是说啊 我们不要把矛头都发生这个事了 因为他上台 他选前的时候被人割伤过喉咙 就是为了难民事件 但是这个女市长在事情刚发生不久 还在演讲 就说我们不要轻易把矛头 针对这个难民 还没有证据 但是后来这女市长就出来 就说了 说这个警察根本没有提供给我真实的信息 然后当地的警方 在最初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哎 那广场上上千人呢 警察可能就一百多号 然后甚至说有一个女民警 都被性侵了 就是 然后 就是说 警方开始发出的通报 你看是很谨慎的 就是说 哎 这个元旦庆祝的气氛 这个这个除夕夜啊 哎 气氛基本平和 比较欢乐 抓了八十多个人 没有往那方说 一个一个到两 有两个强奸案 对对对 就是轻描淡写 因为他们就好像就是说 他讲究这个政治正确 他不愿意维稳嘛 不要变成群体事件嘛 不是群体事件 不要变成种族事件 所以就 但是到后来这个事情闹大了 人家才说 大部分报案的妇女 都只称一点 就是疑似典型的北非 中东面孔 北非阿拉伯面孔 所以就是 这个呢 就 呃 北非 他们欧洲人不一定分得出来 你是土耳其人 还是那里面 怎么这脸上没得写 可是我想说的是 我我我去 我去 我去年去慕尼黑那些地方的时候 哎 这个很值得听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他很大的问题在哪 当时我去慕尼黑 我看到那个场面是很感人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跟当地一些朋友啊 一些比如说做新闻的人 或者一些当地一些学者在聊这个事儿 带来的影响会有多大的时候 就当时已经很多人说 恐怕会很快会出问题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很谨慎 都不敢在媒体说 为什么呢 就你刚才讲那个政治正确 因为德国自从二战之后 因为德国人他有这个性格 包括我认识德国朋友 他都承认 他们是一个特别极端的民族 就我当年我支持纳粹 我就极端成这样 我一反过来 我就是百分百颠倒的另一个极端 那个极端就跟日本是完全相反 就是说太无耻了 我们当年坏在几件事 比如说第一 我们盲目爱国主义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 所以你看德国战后 有多少年国旗都不敢挂老百姓 挂国旗觉得丢人 他就是检讨到灵魂深处 然后呢 所有种族歧视的东西 他都不敢讲 不敢碰 生怕别人说我种族歧视 所以当时也出现一个 很巨大的一个断裂 就民间 尤其东德地区啊 前东德地区是比较保守的 前东德地区跟西德 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在这些问题上 东德很多人 其实对接收难民很犹豫 甚至反对 可是他们当地的媒体 媒体是知识分子搞的嘛 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贯的 就是我们要政治正确 所以所有这种言论 你要是敢说出来 他说你是纳粹 你居然说不接 我们听起来就是两码事 对不对 我说难民这么多消化不了 他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 你是纳粹 你敢是纳粹吗 混账 没良心的 你忘了当年我们德国的耻辱吗 就来这套 但是呢 现在这里头呢 你仔细看 他最大的问题在哪 不是你接不接收外来难民移民的问题 而是你能不能消化的问题 特别是 你这个消化 不光是衣食住行的消化 要说衣食住行 文化 种族 我觉得德国 就说好地方 谁都想去 我听了 我都想去 我看他们采访一个土耳其移民 他还分亲老 有个在德国生活一二十年的 说你看 我当年来 我就努力融入社会 我学德语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BBQ草地上的那些 就是我们挺好 他说这是这帮新来的呀 新来的 他在价值观 信仰生活方式上 跟你差别太大 而且呢 就是说 他就 我听他就讲 他说你看德国 你说德国 他能好成什么样 又怪不得要去呀 没有工作吧 来了之后吧 然后呢 一个月发你三百多欧元 三千多块钱人民币吧 一个月三千多块钱人民币 社会保险 各种费用 政府替你交着 你爱找工作找工作 不爱找工作 你就 你就是 他拿救济金的男的 还上法院去申请 说其中没有包括 我买伟哥的钱 他说我有这个需要 我要申请 法国的法院 那个德国的法院 还郑重其次的来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在自己这个音频节目里边 我曾经模仿了一个北非的 中东的一个移民到德国的心情 最后那节目被他们否定掉 他们说不能这么播 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 你骚扰啥呀 你在他们自己的国家 一奶奶娶了四个女的 女的全部都蒙面的 那乖乖的 跑到了那个德国这些地方 性工业合法化 那些女的衣服都穿成这样 胸口露成这样 走在街上 你说叫他们怎么受得了 他们可能刚去 不知道妓院在哪 对 我可以跟他们说 德国有一个地儿 他们有人去过的 是世界著名的妓院 他就汉堡的生抛里 那天晚上也出事 你去过是吧 对 生抛里 每个游客都要去的 世界杯期间 他是一个 他就像兰桂芳这样 大家过心里也在那里 结果这批人也去 那你要设身处地 替他们想想 学起方刚 从一个全部蒙面的一个 文化的地方 跑到一个周围的人 衣服都穿这么少 我们常常听到这种声音吗 上海地铁里也听到过吗 你穿那么少 不让我们看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实际上 文化冲突 这个所谓的 还有德国人 还可以这么想 除了这个文化冲突之外 德国人说 还是不是有一些 难民营里的这些人 他们对生活的 某种挫败感 某种积怨的发现 都有 但这里面不是没办法做的 比如说我们先讲 比如说文化上面 当然有文化的问题 但那个文化地 我们要千万小心 不要把它以为是 就是伊斯兰文化 或阿拉伯文化的本质 它其实是什么 它是现代产物 就过去一百年来 这中东几个国家 纷纷建国 然后后来 他们建区保守化之后 这些国家 它有意无意的 实施某种新闻封锁 文化隔壁 跟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 那种宣传 就是一个整个 尤其是逊尼派 或者是实业派 当然它保守派也是这样 它宣传出一种什么想法 你知道 它说我们国民 是世界上最圣洁的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信仰的宗教 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 信仰我们这个宗教的女人 是世界上最温讯 纯良 贞洁的女人 为什么呢 你看 头都包着 对吧 这跟当初 希特勒那个是有相似的地方 但反过来 它慢慢的 所以为什么 包括平常游客 你去这些地方 单身旅游客 很容易被骚扰 你不要说是他们因为好色 或者宗教人 不是 这其实只是过去一百年 才形成的 尤其过去几十年 他们有种什么想法 他的男人是觉得 你看我们自己的姑娘 全平常这样 对 那你一个 为什么外面的姑娘不这样 对 所以他慢慢形成一个印象 凡是非穆斯林的这些女子 他们大概都淫当 由于他反正是淫妇 对 就可以搞 你讲这个很重要 因为 就是我呢 没有去过这个中东 也根本没有了解 他们的文化 但是你只是从新闻上看 比方说 你很容易形成一个偏见 或者说误解 就是说 这帮人跑到欧洲 看见女的就这样 那是不是说 他们在他们本国就这样 不会 他不搞 本店也不搞 不会的 我在那个伊斯坦布尔 这个那四季酒店旁边 那很多卖地产的地方 在那里走过 我发现 开始 亚洲的女的就害怕 因为当地的这个 这个土耳其的男的 他看女的那个表情 而且几个就这样看 那亚洲的女的就害怕 这个我也觉得害怕 后来因为他就住在 我们这个旅馆边上 我跟他们聊天了 聊天下来 发现呢 都是好好人 只是这一个生活习惯 他就觉得你女的短裙 穿得那么短 你们穿那么少 那你就活该 我这样看你是对你友好 我这样跟你跟你说话 跟你搭讪 或者想碰碰你啊 是我喜欢你 你明白吗 这种东西 所以他看到 你想想 新年之夜 在一个广场上 欧洲本来很多人 就抱来抱去 还被扭眼 他想你们能抱 那我也许就 当然我们不排除 有些人是作恶 偷钱包 甚至要犯罪 但有很多人 他就是一种文化误解 不 他三首就摸屁股 对啊 我觉得这不能说 所以 当然是犯错 绝对是犯罪 不能够为此 为他们开解 但我想说的是 所以你有时候看得到 一个国家 他的某种的文化 避锁 他的对国 让国民的 对外的不认识 对自己的不了解 如果严重起来 最后会造成什么结果 然后但是呢 这些东西 当然现在欧洲 几个国家 像德国 他处理不了 但不表示 没有别的政策 有的 我觉得德国 有一样非常错误的东西 在接收难民的时候 他只是 把他当成人道政策 他没有用一个 移民政策的角度 来考虑 这是两码算 因为当你考虑 他不是个难民 是移民 以后长期住在这 你牵涉到 就是我的人口规划 他的文化融入 教育各方面 如果你有这个视野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提出别的想法 比方说性别平衡 这次去欧洲的那些难民 大部分是男性 他接收难民 那些女人们都留在家乡了 就像以前多少年的人 到香港来打工的情况一样 他可能是比如说 男的先来 再接女的 或怎么样 所以他今天 你如果说要停止接收 你也得小心 因为如果说 他是接收家眷过来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 可能是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够让他性别失衡 这方面加拿大做的比较好 加拿大最近也开始收难民了 但加拿大呢 就严格定在 就是女性比例高出非常多 他就强调收女难民 文道我跟你说 美国后来AV片 有个统计的 借那个录像带 借的最多的是两种人 一种是精神有点问题的人 另外一个是 全社会主义国家来的移民 看得少 是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文道讲的 这不是种族的问题 这是一定时期的 很多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 当然了 中东到那边还是有 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你说这个德国有一个西部小镇 叫伯恩海姆 近日决定 禁止镇内的男性难民 进入公共游泳池 没错 因为呢 人家执法部门接到 多名女子在游泳池里 被貌似难民的男子性骚扰 所以说 干脆 这个镇长就说 我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德国道德红线 不容挑战 现在德国开始说什么 就是说 不光是管衣食住行 还有这个道德底线 我们得在难民营里 展开男女平等 我觉得很难搞 展开男女平等 尊重女性的教育 可是这种教育 我觉得很难进行 大家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德国的公众舆论 普遍关注的是文化冲突 就是在各大政党 媒体和移民专家的解读中 都不同程度提到了 阿拉伯世界中 女性地位的低下 对西方自由开放风气的误解 以及部分极端分子 对暴力的宣扬 但是到这个时候 德国还政治正确的 他还是要讲 就是说毕竟是难民当中的 极少部分人去干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德国 让人佩服的地方 这是高度文明 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觉得德国人 讲究的一些东西 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君子 而且因为他经过二战之后 他几十年下来 他真的是这方面非常理性化 他比如看世界分得很清楚 我这几天 有时候看一些德国的 国际媒体上面 那些评论杂志 我也注意到 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会讲很清楚 的确有这些事发生 这事的确可能是难民做的 阿拉伯世界 的确有歧视女性的现象 或者的确也以为 外国女人都能怎么样 怎么样 很淫荡很堕落 可是他仍然会说 那些难民 他是因为人道理由 他无家可归 他是受害者 而来寻求援助 我们基于人道理由 必须接纳他们 然后不能够用少数几个人 就代表一大部分 我觉得这是德国人 在二战之后 得到很大的教训 你想想看 当初他们为什么 讨厌犹太人 纳粹的宣传 为什么成功 当时希特勒 他们那种人的成功 就是拿了几个 有钱的犹太人出来 罗斯柴尔德 伍尔堡 你看我们的学汉钱 腐化 对吧 就是给他们这帮人 但其实有大量的犹太 是中下阶层 对不对 他就等于拿了少部分人 就说这代表全部人 有一种类型化 典型化的思考 那么我觉得德国人 对这个反省非常深 相反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应该在德国人身上 学到这个 其实我们中国人 有常犯着毛病 比如说香港人会说 你看大陆人都是怎么样 对对对 那大陆人反复 香港人是怎么样 台湾人是怎么样 然后维族人 汉人说维族人 维族人说汉族人 怎么样 我们不要那么容易的 以偏概全 这是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思考方法 一点事情就说人家不对 就说人家玻璃心 我看看两边都是玻璃心 但是反过来我很悲观 你们说的对 德国现在的政治正确 很君子 但这个世界啊 君子往往弄不过笑 因为情绪嘛 因为这个欧洲的情况 很糟糕 你不要单看一个德国 德国是欧盟的核心 你再走出一圈看 穷一点的欧盟国家 再到那些想加入欧盟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啦 波士尼亚啦 这些地方 他们都是崇拜欧盟 希望走到那个路 但是大量大量的人口 往这里急过去 最近另外一件事情 你们不知道注意没有 在比利时啊 有八个反恐部队的官兵 要去抓人嘛 不好好抓 跟当地的两个女警 警察上去告一通宵 这抓谁去了 结果呢 耽误了 追捕巴黎的这个 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时间 几次给他们混过 很 纽约时报什么都报道 很大的一下 你们想想看 那两个女的上去 跟八个军官 她多淫荡啊 这真是 这太不像 连美国报纸都用淫乱 这样的词形容了 我们银河都不同意了 可那新闻不牵涉种族 所以很快就 大家就不追究了 所以 性跟种族 这两个东西 一加起来 这个问题就复杂的多了 他们那些搞 人家开玩笑 让他们去搞去吧 就是他们自己搞 对不对 反倒是啊 美国现在舆论说 反应比德国还激烈的 正好赶上这个 总统大选 就纷纷讲 这是世界 美国啥态度啊 说他对难民不好 不是 各党派嘛 比如说你特朗普 当然就说对对对对 近来的移民全部要政治审查 这里边啊 有一个严肃的 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 就是你相信不相信 多元多宗教的种族 能够同居于一个国家 我在理性上坚决相信 我在感性上深刻怀疑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而且咱们大唐盛世 唐朝算吗 有啊 唐唐那是我们是天下 我们化人家 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是一个多元平等 我觉得现在有个很大问题 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形态 notified 日后 这是 你看 你 acquired